OPPO FINE的N2态度为先 我们先说缺点 其实如果你不是那么严苛的话 这款N2基本上没什么大的槽点 但如果你非常严格的话 你可以说对吧 这个三星Z4的是支持三房 你这个不支持对吧 然后那个你发布的时候 其实骁龙8间2已经在量产在发售了 那你没有用骁龙8间2 你用的是骁龙8加 然后你没有红外遥控 当然这个要求就已经很苛刻了 包括有些厂商都跟我讲 你怎么能先上来先吐槽我一顿了 老板看到了会骂我的 所以大家且看且珍惜吧 这款产品我觉得它 我其实想说的点可能只有两三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它 不大 真的你把它展开 这个7.11英寸 对吧 你像我们正在录像的iPhone都6.7几英寸 所以这个 你把它横过来 你其实它7.1英寸不大 但是你把它一折叠起来 你就会知道 它像一个小钢炮一样够小 一手掌握的手感 而为什么说它刚刚好了 是因为它的重量 我们这一台呢 是这个玻璃后盖的版本 它的重量是240克 而它的上一代是多少克了 是279克 也就是说上一代这个就是真的像个小胖子一样 很重的这个感觉 而这一代呢 它轻了接近40克 所以你说它不努力吗 这个基本上尺寸三维都差不多 能轻了将近40克 所以它花了非常大的精力 在整个结构的这个轻量化 包括它胶链啊 用一些什么碳纤维啊 在结构上啊 其实能够做到240克 能减重40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厉害的点 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些重量的数据吧 小米啊 Mix Fold 2 它发布会上宣称自己是很轻薄了 其实在这个尺寸267克 那三星Z Fold 4 这个折叠屏手机 当然它整个硬件是做的比较到位的哈 那这个手机265克 以小米Mix Fold 2要轻两克 我们正在录像的这个iPhone 14 Pro Max 是242克 也就是说它比这个直屏的机子 还要轻两克 所以这个是它做的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点 那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嘛 也是个老板 我之前看到他用的是范能一代 我说你为什么用它呢 他说就挺小巧挺称手 手感挺好的 然后也是个折叠屏 那展开了也能去搞搞WPS啊 签个字啊什么的 所以对他来说可能更多的是 他喜欢这种折叠的感觉 倒不是因为他对折叠屏有多么的刚需哈 而他喜欢这种感觉 折叠屏的感觉 带一点装逼 带一点实用 又带一点时尚的这种感觉 那么这一代了产品发布之后 它的购买欲望就更强了 因为轻了将近40克 而且我觉得这个骁龙8家 比这个骁龙888在实用性上面哈 因为基本上买这个手机 你指望它打什么原神 打游戏 这个概率不太大 那从这个日常使用上来说 骁龙8家也完全没毛病 第二点我想讲的呢 就是说这一代了 他这个相机是把这个 他一家的哈苏拿过来用了用 我们拍了一些照 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 就是他这个MX890 整体的这个色彩表现 高光压制 都还不错 当然这个长焦是二倍的 长焦如果是三倍的 实用性就会更好 然后呢 可以讲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代的充电快充也更实用了 从上一代应该是33瓦 还是多少瓦 提升到了67瓦 电池也在减重39克的情况下 从4500毫安变成了4520毫安 大家发现没有 像很多手机 你把它展开以后 比如说这个三星 你把它展开以后 它这个尺寸 你在看视频的时候 其实有很大的上下黑边 那OPPO这个Find N系列 其实它做了思考的 所以它其实没有那么狭长 但是其实它拿来看视频 它上下依然还是会有黑边 但是这个尺寸 这个画面比例 然后它的实用性和手感 是大大加强了的 然后我想讲的一点就是什么了 就是这款手机 7999起收 12加56 然后这一代的外屏 也变成了120赫兹 所以整体上来讲了 它不极致 它真的不极致 包括我对于我们很多数码发烧友来说 我觉得OPPO这两年 在高端产品 就是直屏 我们说的直屏的 比如说影像旗舰这块 基本躺平了 就是完全躺平了 那这款 包括OPPO 它发的这个Find N的Flip 和这款手机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OPPO在于 这种时尚感 这种实用啊 好卖啊 这个东西 OPPO上面的功夫主要放在它这 它更多给我的感觉是一种 不是那么极致 是做一个时尚快销品的这种感觉 它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就期待 那OPPO在Find的 比如说6 对吧 Find X6 或者叫Find X7吧 这个产品上能带给大家更多的 更有这个旗舰属性 更能打动人的这个旗舰产品吧 所以你觉得这款小的钢炮折叠瓶 会是你的菜吗 好 那以上就是本期的视频 觉得还不错的朋友 请点个关注 然后你也可以评论和弹幕和大家分享你的观点 那我是沐成 我们下期先说缺点 再见